各位朋友,歡迎來到我們黑木崖的節目 今天我們每月會有一次討論會 今天很高興請到我身邊的林哲人先生 他是來自左翼21的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為何要佔領中環 林先生是左翼1個成員 但他今天以個人身份來出席節目 跟我們做一些討論 當他覺得有沒有一些地方 可以展明左翼21的立場的時候 他會說清楚 好 說回頭,為何要佔領中環 這件事好像不是由中環開始 是的,在美國華爾街開始 在9月17日 如果用今日來計算 應該是一半月 已經出了一半月 其實這件事就是全球 香港人可能知道有佔領香港的中環 才進入我們的視野 但就算在10月15日之前 華爾街已經一個月了 其實是甚麼為佔領華爾街呢 其實是這樣的 他在早半年 其實已經是有一些網絡 有一些獨立的媒體雜誌 發起一個佔領華爾街的行動 相約在9月17日 就動員這個網民和市民 去到華爾街的正座 這件事一約就已經入了半年了 就是網上的瘟釀 是 原來最後就動員一個日期 就是9月17日 就大家來 是的 其實最初我們看回一些網上的片段 或者是報道 其實都知道 最初去9月17日 參與的那些群眾 其實不太多 應該大約都是1400左右 其實那個過程裏面 有一段時間都是很困難 警方曾經是 上清場 是的 去到這個10月初的時候 曾經就 有大規模的拘捕 是的 就是那個大橋那裏 有一個大規模的拘捕 但是呢 因為他繼續堅持 那個聲音 其實他的要求 我們稍後都可以詳細地說一下他的要求 他的要求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反對華爾街 所代表的那些金融資本家 那些金融財團 那種的貪腐和政府 其實在那個金融危機之後 無力 是的 無力去挽救這個危機 無力去挽救市民大眾的生活 反而就是 其實繼續向這些這樣的 金融財團去泵水 其實那些市民就會覺得很反感 他們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要求 那就是 初初就是沒有什麼人想見 但是後來就慢慢 就是 就是 就是多了人 尤其是工會 和一些民間團體 在十月初就開始看到 那個勢其實慢慢 就是 就是 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 支持他們 長期的抗爭 其實他們一開始 一來的時候 已經是想著要佔領的了 是的 就是 長期的一個 至少沒有說到什麼時候結束 是的 即是沒有定下期限的一個 是的 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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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同期 大約 即是九月底的時候 他們已經 在網上號召另一波的佔領 而這個佔領 就不只是華爾街 而是全球的佔領 那就是商約在十月十五日 做一個全球的佔領 其實香港佔領中環 其實就是 響應的運動 是的 響應十月十五日的運動 其實大家都看到那個新聞 那個報道都很詳細 就是十月十五日 我們搞了一個 反資本主義的集會 然後有些朋友 就是來自五湖四海 不只是左翼二十一的 左翼二十一其中一個 就是去了中環 有不同的 左翼期間也有很多市民參 是的 去到這個 就是 匯豐銀行 是的 一坐 今天應該大約 都是大約十二日左右 是的 他們 我記得最初當日 一去就去了這個交易廣場 是的 先去交易廣場 搞了一個集會 是因為佔領中環 是的 其實大家響應華爾街佔領的時候 都是打算去跟香港的那個 金融的核心 就是街廣場 是的 象徵著金融的核心 是的 但是 後來他們因為 希望長期抗爭的關係 去一個比較有瓦遮頭的地方 可以這麼說 搬去匯豐銀行中環 也算是香港金融的代表 因為是本地最大的銀行 是的 環球金融 環球金融 不知道是不是閉禮 很閉禮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香港的示威者 其實是否也是想著長期抗爭的呢 最初10月15號那天的時候 嗯 至少也沒有說到幾時結束 但是 我想都是見一步走一步 不過我覺得現在有些朋友 尤其是很年輕的朋友一起去參與這個行動 我覺得是應該值得支持的 如果政府或者警方清場 或者施加任何無理的壓力 我想應該要公開批評 但是到現在為止 似乎未遇到官方或者銀行方面的壓力 是的 相反反而放一些風聲就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 好像黃東聖都說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之前才裁了3,000人 不是一個2,000人 是的 所以怕露火直接指向他的頭上 好 那另外可能有個問題 那些朋友 那為什麼為止佔領了呢 譬如說回一會 華爾街 他們去到華爾街那個地方 其實他們是有什麼要做的呢 我想每一個參加者或者發起者 那個求賞 對這個所謂佔領的想像 都是不一定的 不過有一點就是 我想都是肯定的 就是他們找一個 象徵著金融資本權力的一個地方 一個空間去進駐 但是雖然這個進駐就跟我們 就是這一種的佔領 跟我們說去佔領 例如工人 打江 甚至激烈到佔領工廠 這個意義上的佔領當然是不可同的 或者當年共產黨走去佔領一個地方 對 佔領沿安佔領江西 當然 因為實際上是多少是癱瘓了 停止了那種資本或者權力的運作 現在事實上無論是交易廣場也好 或者會議街也好 是的 都是開市的 是的 繼續開市的 但這件事我們都覺得 不應該因為這樣而看低這個事件 相反的可能會逐步發展 不過我想下一節我們繼續探討這個指望 去到現在 其實有些什麼人在中環呢 譬如我們了解一下 究竟有些人會想 譬如你剛才提到有些左翼團體 他們在這裡搞 究竟他們的性質是怎樣 究竟你是什麼人可以去 他們在那裏做些什麼 或者是怎樣 其實如果說是 不好意思 如果說是團體 團體當然來自五湖四海 但我想其實它都是一個 開放的空間 它都自己是希望 盡量多些市民去看 去跟他們交流 現在我所知道 在那個地方 已經有一班朋友 有些都是很年輕的去到那個地方 已經是搭好很多的帳篷 將那個空間 畫了 有些是看書的地方 有些是做瑜伽的地方 有些是煮東西的地方 有些是煮東西的地方 有些是玩樂隊的地方 有些是資訊的中心 可能在那裏上網 我覺得他們也希望 通過這一種 所謂民主的自治的示範 來去給市民看到 不是說我們現在那種日常生活 可能我們都是為老闆打工 或者有些人說中環價值 我們都是向著金融 或者地產 這種價值去靠攏 其實不是的 可以有一種 另一種 另類的 想像另類的生活 其實行不行呢 我想 其實這都是給我們一種 開啟了一種啟示 我覺得這個就是重要 人是出出這樣轉的 我自己先申報一下 我不是長期留在匯豐 但我隔五天三四天 我也去看一看 打氣 和人聊天 其實我們看到全球 現在還有很多地方 在進行這種戰令 是啊 近在台北 首爾應該還有 還有人在 台北還有 一大樓附近 其實其他地方 更加不用說 歐洲、美國、華爾街 那些 有些地方 我們知道幾天之前 奧克蘭那邊 有清場 有些地方其實都有 北國好像有清場 是的 有些鎮壓 但我相信 這個就是 星星之火 它不是那麼容易出色 因為事實上 它提出來的要求 但是 即使你說是 怎樣是 不足 或者是 不夠也好 事實上 都反映著 很多人 民心的取向 就是他們 用他們的說話 這個是99的市民 保羅大眾 學生工人 農民 那些的心聲 他們反對這種 貧富懸殊的現狀 他們有個很出名的口號 就是99%對1% 這個就是美國 戰力外的運動 對 最早提出的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 另外一些 我們可能 人數是一個 indicator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在 全球的 戰力運動裡面 都看到 似乎有很多學者 也都走出來 內不內 就會聲援這些運動 譬如我們在 華爾街的戰力運動 至少兩老著名 都不止兩個 不止 所得出的 有一大堆 一些傳統會認為 是左翼學者的人 都走到去做聲援 是的 或者是進步的學者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齊澤克 齊澤克 史瑟克 Norming Klein 就是寫LowLocal 還有災難資本主義的 那個女記者 還有 這個 很長期的 一個 社運的活躍分子 也是一個大學教授 就是Komsky 就是 翔武斯基 那些 另外 我記得有 Judith Butler 就是一位 女性主義學者 另外還有 我記得有兩個 很著名的學者 有寫過文 有一位是 Valenstein 是 講這個世界體系 另外 有一個 就是Norm Chomsky 是的 很多這些學者 都會去撐場 是的 然後又發表一些 支持的言論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其實你可以從 Youtube上面的一些 影片 看到 集會的模式 很有趣 你有沒有看到 CZ 或者Norming Klein 說話 因為他可能 那個 廣場上 是的 他不是一些 所謂的開場 或者又不是一些 很正式的政治集團 是的 所以他講 他可能 那個麥克風 音量又不是很響 他講 一句 或者一個短語 然後大家 一起 複述一次 好像一個圓圈 圍繞著 軸心 這樣傳開 那個信息 很有趣的 演講的人 說一句 然後身邊大概有二十人 聽得到的 就會一起同聲 重複那一句 是的 然後就變成一個 人肉抗音機 將那個說話 傳出去 很有趣 還有Norming Klein 他演講的時候 一開始 你知道嗎 第一句 他第一句 他上台演講 第一句 就說 I love you 就是 我很愛你們 很認同你們 現在的行動 你們的理念 所以我覺得 這個 都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其實 2008年 金融危機之後 到今年 應該是三年 就是三年 危機過後三年 才出現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 一個反抗的運動 其實 雖然 來得遲些 但是遲到好無到 我覺得 都是值得 就是 募觀 繼續堅持 是的 還有繼續深化 但是至於怎樣堅持 怎樣深化 我們可能 下一節我們再討論一下 這次我們主要講了 這個活動 運動的一些 具體的運作背景 下一節回來 可能可以講 一個更深層的社會 或者理論上面 究竟有什麼可以說呢 OK